鄭永信議員想就着防委會 剛剛公佈了最新的輪候數字 是跟大家表達一下民建聯的意見的 防委會剛剛公佈了最新的輪候數字 輪候時間由去年的3月4.7年增加到已經過了5.1年了 這個數字簡單說是不但不能夠回應 防委會在講的3年上升的目標之外 亦都是作為18年以來這個數字是一個新高的 民建聯對於這個數字是絕對不能夠接受的 亦都對於指聲不能跌這個情況是表示關注 這個也是我們經常在講的不能夠再衝破的底線來的 我們認為防委會要怎樣更加好呢 去回應申請輪候人士 特別是一般家庭的情況呢 這個是重要的 那不如我請鄭信議員先講我們的建議好嗎 Vincent 多謝阿倉承議員 作為一個九龍西區的區議員 聽到防委會公佈這個消息 我是表示震驚的 由一個4.7年去典化到5.1年 是講家庭的輪候的時間 即是我們很多的家庭要等足足五年的時間 才是有機會輪候到上樓 這個是絕對不能夠接受的 其實現在不單止是家庭 其實說一些單身人士更加是等遙遙無期 在深水埗區我自己過去接觸過 等超過七年 等超過八年的家庭都未能夠上樓 這一件事對於他們的生活 是造成了很大的困擾 很大的影響 作為一個香港 作為一個國際的城市 對於輪候的時間 是這麼久絕對是不能夠接受的 所以我這裡也都是表示 我們民建聯對於這個公佈的數字的不滿 剛才我創建議員也有說到 其實民建聯過去有一系列的建議 我就先簡單講兩點 其實過去政府一直都沒有回應 就是第一 現在政府正進行土地的大辯論 但我們都清楚知道 這個辯論都不知道辯論到什麼時候 我自己的期望有很多短期的供應 可以馬上進行 包括我上星期問特首 究竟我們那些過渡性房屋 社會房屋是可以怎樣做 但是特首的回應就說正在做了 但我自己翻查過紀錄 也都翻查過地政署 可以提供的土地其實是少之有少 而我也都見不到 他願意有一個比較大的承擔 是擔起這件事 他仍然是繼續是說 靠那些社福機構去做 也都不夠提供足夠的技術支援 其實這些短期的措施 包括增加社會房屋 是有助可以減輕這方面的壓力 所以我現在再一次促請政府 是必須要正時 提供一些更加多的短期的措施 以舒緩 即是現在輪候著公屋的朋友 住在劏房水深火熱的朋友的問題 第二個意見就是關於租金津貼 政府亦都是多次迴避 我亦都是問過特首 他又多次有多多不同的想法 就說怕會給了業主等等 但又不見到一些實質的方法 提供給我們住在劏房的居民 這些等了三年又三年的劏房戶 政府其實是在交五六七八千元的租金 對他們來說生活構成非常大的壓力 對他們的小朋友的成長也都構成很大的影響 是分秒必爭 是一刻都不能夠等的 所以我在這裏再一次促請政府是有更加多 馬上作出回應多些的短期 短中長期的措施以舒緩房屋的問題 其實如果政府繼續用這種態度去處理房屋的問題 我覺得香港只會死路一條 因為事實上政府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方案 但是我看不到它有一些叫做即食 或者短期可以解決的方案 由提出到討論到落實 都需要end這麼多年的時間 所以我想這一點已經是在說 怎麽樣能夠令到我們申請輪候的朋友 以致輔導在一些水深火熱 劏房的居民 它能夠接受的 第二點可能很多傳媒都會很關心 就是究竟為什麽這次數字出來的人數 輪候的人數少了 但是時間會長了呢 情況是這樣的 基於房委會它每年都會制定一個編配計劃的 在上一年它安排了超過二萬個公屋單位 是給編配的朋友 當中有一萬個左右是作為新公屋編配 其實我們翻查數字去年是一萬八千八百個 另外還有約莫是五、六千個單位 是作為一個翻新的單位 為什麽數字會出現這麽情況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這些編配的單位 落成的時間、入伙的時間 都不能夠配合現在現時的輪候的安排 第二個就是在翻新單位上面的公屋流轉量 亦都是非常之緊張的 於是就會出現了那個單位供應不足 所以我們常常強調兩個觀點 第一個就是促請房委會好、政府好 去想一下怎麽樣將現在現時 是一些未保地價的居屋可以釋放出來 在施政報告裏面 政府提出了就會找房協做 那裏我知道約莫都有六、七千個的 但如果以現時房委會有25萬個居屋單位來說 如果它能夠用一個免保地價的安排 透過社企或非資源機構的安排再轉租的話 是可以解決問題的 第二個我經常講的一件事就是土地、公屋和私樓的比例 資助房屋和私營單位的比例 其實大家看到現在是用一個六四比的 按照現時的情況 其實私樓的供應量已經是接近達標或者超標了 但是資助房屋的供應量都是緊張的 政府是不是應該要再三研究或者要迅速 做出一個果斷的回應 是將這個六四比做一個叫做調整 如果不是這些問題只是會繼續積存下來 在將來輪候拆的輪候時間 我覺得是會繼續持續上升的 這一點都希望透過傳媒朋友都能夠帶出的訊息 讓政府都聽到民建聯好、民間好的意見 好 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沒有 我們再一次呼籲 我期望政府是積極有為地跟進房屋的政策 去支援我們水深火熱的那麼多的公屋輪候的居民 多謝大家 好 多謝大家 麻煩你